头条当中还是来关注日本决定所谓的购买钓鱼岛的事件 日本政府昨天下午举行内阁会议 决定由政府购买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中的北小岛和南小岛 将钓鱼岛收归国有 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滕春修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声称 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居然是为了维持钓鱼岛的和平与稳定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滕春修在首相官邸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日本政府是在有关内阁大臣会议上做出上述决定的 日本政府与所谓土地所有者就购导事宜达成了协议 平穏和安定的维持管理を図定的目的 唐尊修还强调说希望中日关系不会受到影响 共同社报道称 日本政府将最早于今天在内阁会议上决定 从2012年财年预备金拨出20.5亿日元 约合1.66亿人民币购买这三个岛屿 并于当天与所谓土地所有者签订购导合同 实现钓鱼岛国有化 据悉所谓国有化之后 钓鱼岛将交由负责管辖日本海岸警卫队的国土交通部管理 所以我说我可以带能找该困难议